气象局对嘉义以南发布了大雨特报 其他各地在中午过后也容易会下午后雷震雨 外出要记得攜带雨具备用了 详细的天气预测带您快来关心 北部地区各地是多云的天气形态 双北市高温有机会来到35度 基隆 桃园 还有信竹以及苗栗 气温都在31度到34度左右 中部地区嘉义降雨几率最高有70% 高温来到32度 台中 彰化 南投跟云林降雨几率都是30% 气温30度到33度左右 往南走 南部地区各地降雨几率都是70% 台南跟高雄气温29度到31度 屏东高温也有机会来到31度 东半部地区宜兰降雨几率30% 气温32度到35度 花莲跟台东都是多云的天气形态 气温30度到33度 但是气象局表示 有机会来到高温的黄色灯号 花岛地区联江降雨几率70% 气温28度到31度 金门跟澎湖也会下短暂雨 气温29度到31度 花洋全程度到1 від起床 団内豪宾 去 script 召 differ 雨几率 窗